要去门口一大早 四五十个民众排排站 准备买口罩 有人凌晨四点就来 我第一个就来 我很早就到了 我还没七点就到这里 民众穿后外套戴帽子 顶着寒风照样等 就怕买不到口罩 有妈妈带小孩 就算赶上班 还是先来排队 2月6号口罩实名制正式上路 台中石冈区户籍人口 将近一万五千人 却只有一间健保药局 9点开放购买 电脑登记瞬间爆亮 整个系统当机 药师只好改成手写 登记身份证字号 尽管进度大卡关 但250个口罩 还是在一个小时内销售一空 先留下ID资料 然后之后再慢慢 奔批的提上去 这样子的话客人就不会苦等 男投信义没有健保药局 全仰赖卫生所贩售 外头也排满买口罩的民众 抢到第一位的妇人 之前想买口罩买不到 这次7点半就来卡位 7点半来 那是有什么需要 用到口罩的时候吗 是一百 另外中疗乡8000多个居民 只有一间药局 药师对系统也不太熟悉 延迟了半个小时开放 民众担心买不到口罩 照样在门口吃吃等候 中午不到货卖观光 实名登记上路 照样上演口罩黄 记者综合报道